紫瑜 嗨,大家好!我是紫瑜 我家有兩個坑 然後這坑是基本上沒有坑主的 所以我們也徵求坑主 然後在幾個月前 我被TDK推坑 然後他說他在 他去了COVID-JAPAN的時候 然後發現他們就是 COVID-JAPAN 就是COVID-NANTO這個分部 他們設計了一個桌遊 然後他是目的是為了 讓大家能夠更容易了解 就是公民科技以及開放資料專案 到底在做什麼 因為他的設計這個桌遊的人 松本八字先生 他說他每次到了就是這個地方 然後就不知道要幹嘛 所以他為了就是讓大家能夠 都非常容易的了解這些 開放資料跟公民科技的專案 所以他就設計了這款東西 然後這是他們今年在玩的過程 然後於是TDK就把他帶回台灣來 然後問說我們能不能翻譯 就是就用翻譯舉落 我上前兩個禮拜 然後把他翻譯了成就是中文的樣子 對然後現在全部都放在這個網址上面 然後保障都在那裡 就想要的話就給你們好了 對 那今天那個阿端他有印出來 那等一下也徵求就是有美工刀啊 或是那個 對我們可以做一下手工藝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玩 那關於遊戲的規則啊 登登 也全部都在這裡 保障都給你們 對 然後 遊戲的話我想要簡單說明一下 然後就是每一組 他其實是分組的 然後理想的狀態其實是30個人一起玩 然後一組大概 大概有這五組 然後每一組大概有六個人 然後他基本上就是一個大亂鬥 簡單的說你就是在30分鐘之內完成你的專案 就是每一組會拿到幾張這種專案卡 然後專案卡上面就會說你要完成這個專案 你必須拿到什麼資料卡啊 或是你需要有什麼技能 例如說你要會有 然後還有你要什麼東西這樣子 對反正你就是沒有什麼規則 你就是去跟別組說 我要這站我要那站 然後你們去協商 對 然後詳細的規則的話 大家請參閱使用說明書 對然後 另外一個我想做的事情 不好意思 我想做的事情其實是這個 就是遊戲的在地化 因為其實你仔細看 他是日本富山縣這個地方做的專案 所以其實根據靈異的 就是習慣的專案長得不太一樣 對 那我其實很想要就是用 在地化GDV的專案來做遊戲 例如說我們如果有的專案是政治獻金什麼 就是我們就可以就是 可能你要去收集一些卡片 就是譬如說政府資料啊 然後之類的 然後應該蠻有趣的 尤其是我開了一個表單 然後上面有一些欄位 那大家可以上去就是幫忙點這樣子 對 然後因為 等一下我要跳V台灣坑 所以這個爭取坑出 然後珍球 我還來不及寫 珍球看組跟玩家 好結束 好還是我不好意思 謝謝 謝謝你 谢谢大家